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是新大学沉浸男大声音痴恋一名时性学妹五年,但追求学妹不成,招持导坎伤学妹颈部,索性该名女学生送医治疗后并无大碍,不过时性女学生的母亲十分不满,直言如果对方再偏一点伤到颈动脉,后果将不堪设想,谁能陪我一个女儿? 综合媒体报道,是新女学生的母亲今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人十分气愤直言,我真的很生气,如果伤到女儿颈动脉,谁能陪我一个女儿? 并指出女儿11月8日晚间曾到板桥交通分队备案,指自己长期遭陈男跟踪,因为害怕,担心被陈男伤害,所以才会报案。 时性女学生母亲表示,考量到陈姓男子还是学生,不想让他的人生上面有污点,所以当时未提告。 时性女学生的母亲指出,陈男父母有向他道歉,并保证会看好儿子,不再骚扰他女儿,但时母怀疑这样有用吗? 原本担心女儿会在上学途中出事,但没想到是在校内出事,现在已考虑要让女儿转学。 谈到女儿的现况,时母表示,昨天女儿晚上吃饭时伤口还会痛,咬合也还有困难,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多久。